中国南排超级联赛B组物园赛区 昨天晚上结束了第四轮的较量 上海光明南排三人得分上双 以3比0战胜了南京广电猫猫南排 继续保持联胜 新赛季的南排联赛 第一阶段采用赛会制进行 14支球队分为两组 深穿蓝色队服的上海南排处在B组 此前已经接连战胜黄石队和天津队 取得两联胜 本场对阵南京广电猫猫 首局上海队网口占优 以25比23获胜 一二局上海队利用大力发球开道 冲击南京队遗传 迫使对手多打暴露性强攻 此举十分奏效 上海队这边本赛季引入的明星外援 意大利主攻胡安托雷纳也逐渐进入角色 她的四号位扣球 帮助上海队扩大领先优势 南京队也想拼发球 可惜总是出现失误 全场比赛失误送分一项 南京队高达23分 第二局上海队以25比15胜出 上海南排此前在2020-21赛季 输给北京队 获得联赛亚军后 本赛季引入了多名高水平外援 自在重新回到领先位置 其中胡安托雷纳是国际知名选手 三次获得欧冠MVP称号 此役她贡献了12分 上海队另一位外援贝德诺兹 与接应五鹏制 分别得到18分和13分 五鹏制的这次扣球 让对手接完后直揉手臂 最终随着南京队得到最高分16分的 于元泰发球出界 上海队以25比17赢下第三局 以3比0锁定胜利 新赛季取得三连胜 今天我们从准备后直起 我们其实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因为外援来到晚 那么有很多诸多因素了 那么我们还是 首先还是以赛带练 因为训练时间不多 那么现在连赛已经进入了 就是第一阶段了 所以我想还是希望就是外援也好 还有我们本土球员也好 能够慢慢地进入这个 比赛的节奏和状态 因为随之而来的就是 后面就是越来越接近的对手 更强的对手 所以我希望就是能把我们最好的一面 或者是我们最好的状态 能够打出来